那我们今天呢来说一下平转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对于旋转是不是很苦恼呢 总觉得东到西歪发不上力 速度不够快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旋转最重要的一点 之前有说过我们的旋转是整个的架行 撑起来有空间感 整个的架行撑起来 然后上下要立柱 要有对抗 但是我发现啊 小伙伴还有一个地方的对抗 并没有注意到 就是在我们旋转过程当中的身体和胯位之间的对抗 当我们再去做旋转的时候 好都知道重心先上来对不对 然后再去做旋转 可是为什么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站不稳 老师我已经重心上来了 我也已经是身体先转了 为什么我还是站不稳 为什么我的速度还是那 在这里小伙伴理解的都很对 可是差了一点点 差在哪里 差在我们这侧的跨位 当我们旋转上重心的时候 看身体旋转没有错 可是当我们身体转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侧跨位 相对的这侧跨位 他不可以跟随 很多的小伙伴转完了以后看 跟随就会产生这种结果 那有些小伙伴说 老师我跟随了 可是我还是站稳了 那说明你的中段核心垂直度很高 棒棒的 可是大部分的小伙伴在旋转的过程当中会松掉 只要一跟随 核心中段就松掉了 那这种问题我们如何去解决它呢 首先当我们上完重心以后 我的身体先走 跨位看向后 我做慢 我做慢动作 向后向后向后 还是一直在后侧的 但是很多的小伙伴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跨位就回过来了 回过来以后 这侧这侧后侧就松掉了 你前侧再收的 再紧也没有用 你如果这三侧的中段都松掉了 前侧收的再紧 你就会造成了一个往前往前倒的这么一个动势 所以在这里 看旋转 收紧 最后 像你毛巾一样 再过来 那大家也可以把手放在这里去做一个像推门一样 但当我启动的时候 我的后侧就要拉开旋转的过程当中 它是被动跟随的 而不是主动去拿你的脚 被动跟随 这是被动 主动跟随 这是主动 我的腰塌掉了 对不对 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差别 这一点点的差别就是影响我们的速度 我们的力量 还有我们稳定性最最重要 我们的力量 是什么 这一点点的差别 我们的力量